高雄市毒品防治局强化反毒的力量 日前大树鸟松两区25个礼拜 毒品防治关怀战是正式的启动了 毒方局除了持续把服务的窗口拉到第一线 也呼吁里长跟政府合力来提供毒品防治宣导 转介关怀及咨询一阵式的服务 其力反毒 毒方局强化反毒力量 先后在全市21个区成立礼拜毒品防治关怀战 超过600个礼加入防毒宣导的第一线 强化高雄市的毒房网络 我们希望能够在社区做到反毒零距离 也希望能够透过毒房局能够提供关怀 转介咨询还有毒房宣导这样的一阵式的服务 希望能够做到毒品防治的成效的更提升 毒房局将服务窗口拉到第一线的礼办公室 提供社区居民毒品防治宣导 转介关怀及咨询的一阵式服务 提升毒品防治成效 而这次同时挺进大树鸟松两区 25位里长踊跃出席 代理领长巡守队以及志工队的伙伴 共同宣示毒品领容忍 里长总共400多位 所以加起来大概500多位 所以大家对这一次非常的关心 热心参与 所以非常的感谢 光来站 让我们的里面 全部了解 了解整个毒品的危害 这个活动能让他们对于这些 曾经或者未来可能造成毒品 伤害的民众能得到的关怀 传毒这 防毒这 因为这个毒品的社会 整个国家的金本非常严重 这如果没有导致 它要对我们国家也好 家庭也好 个人也好 都是百害 25位里长齐聚 由区长 里长主席代表 与毒房区长林英荣 共同完成礼办 毒房关怀战的启动仪式 大树鸟松 毒房花熊菜 感谢我们两区的区公所 还有我们的两位里长主席 非常的卖力 也认真的把所有的里面 来共同共襄胜举这一场启动仪式 大家的热情相挺 也代表高雄市 真的非常重视 毒品防治工作的推动 也相信高雄市 在毒品防治的成效上 我们会持续的努力精进 另外 毒房区也提供 反毒雄在安全帽 要大家戴上安全帽 奔走社区 一起为反毒剧毒 做最佳的宣传 同时也请里长 要将里办 毒房关怀战的牌子 张立在办公室的门口 深化社区毒品防治工作 一起跟毒房区 携手推动反毒宣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